男生 他有賣鼓 他有賣鼓 下車 下車 不見 Reg Quentin 怎麼回事啊 都是鄉下的栽民 肯定又去搶匐的了 栽民 今年大旱 好多地方都顆粒無收 都活不下去了 那早就應該是舟棚了 南城原來有兩家舟棚 這兩天也關了 為什麼 僧多舟少 天天打打抢的 前两天一次就踩死了三四个人 没事吧您 没事 没事 多谢您啊 什么 又找不着了 一出钱家花园 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为什么不跟着呀 叔你没说 我哪儿敢呢 再安排人 找着了 就跟着他 是 胡乔 你说这个白先生老躲着我们 是不是有什么意思 按道理不应该 这一路上我跟他聊得挺投机的呀 这个七品芝麻官 我做了有十多年了 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的客人 我想 要么 他这听到什么风声着 要么 是因为我们在日本人手下干过事 瞧不上我们的 是不是 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欧阳 先生 我就是 你知道吗 我 就 他不肯定是 他不肯定是 你 他不肯定是 他不肯定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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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让人打扫干净了 也让胡祥通知过他了 不知他怎么一来了 就跑到钱家花园去了 是钱先生写信来 让他住到钱家花园的 就住在我院子的旁边 那你的意思 让他就住在钱家花园了 省长 司令都跟我打过招呼了 他是咱们县的客人 我得接待好他呀 夕阳楼那儿了 他工作 待客都很方便 估计他还要找几个助手 那这样他们一伙人 就可以都住在那儿了 他就住在那儿了 庄先生 庄先生 庄先生在家吗 任忠 庄老师好 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庄先生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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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好吧 好 好 好 我也走 来 来 谢谢老师 在哪儿落酒啊 钱都您啊 让我住他们家 可是 现在住的那个那个欧 欧阳梅 大家都说他名声不太好 瞎说 欧阳人品端正聪明善良 名称怎么不好 老师您了解他 也算是好朋友 农泉城里的人啊 都说他是李济道的穷人 其实这完全是普通作用 他在穷途末路的时候 来投靠李济道 李济道呢 对他也挺照应 有了这一层关系啊 一般的人也就不敢欺负他了 他和李济道的关系 也就仅此而已 倒是李济道啊 在这件事情上 可能是新村指望 欧阳家原来是杭州府上 母亲是乐举名铃 后来家道中落父母送上去世 他这才进了西班 老杰他还是大家小姐的 可不是 他不容易 读过书 西游唱得好 人长得漂亮 在这乱七八糟的世界里 有多少男人大德的主意呢 林济周 结婚了吗 我啊 这病荒马乱的故伤 你老大不小子了 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了 赶着您给我做梅呢 好啊 大夫 小姐 我现在还要拍戏了 我看见她了 她跟崇先生一起来的 那个 雾 雾是什么剧 是雾什么剧 物以类剧 人以群分是不是 对对对对 他们两个都是文化人 所以才会聚在一起的 下次我就记住了 小姐 要不要给白先生 半条板凳出去啊 不用了 城门口看大戏 做有做的意思 战有战的味道 好 老师 这个是谁啊 他就是李济草 各位乡亲父老 他就是李济草啊 自光复以来 龙泉歌舞升平 百姓安居乐业 好事一桩接一桩啊 今天 当代大学问家 我们龙泉五百年才出现一个的 才子 白炎舟 白先生 荣归故里 依锦还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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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躲了他一天了 这人怎么穷归不舍啊 看来啊 他是铁了心的 要拍你的马屁了 我又不是上官了 他拍我马屁了 白先生 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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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跟力气到一个面子 也得跟老板姓一分点 他没有权利用老板姓要信 白先生 请吧 他希望我上财 我偏不上财 怎么了 白先生跟李先生 好像弄得不太愉快 那怎么办 余嫂 通知打鼓老王师傅 开心 好好好 你是从国民政府那边来的 欢迎你 就等于欢迎国民政府 欢迎你 就意味着 他已经是国民政府的人了 已经改行刚刚 批脱罕见嫌疑了 那这个人 我对他第一印象不好 白先生 别生气了 幸亏你们的罗骨点 翘得及时啊 否则还指不定出了多大的仇 那是我们家小姐 友谊搭救你的 我们还把李先生 给得罪了呢 原来是这样 多谢欧远小姐 多谢欧远小姐 不用谢我 其实李先生临走的时候 还说要当面跟你道歉呢 他不知道你会那么生气 马屁拍到马蹄上了 小孩子别瞎说 其实他真不是故意的 小事一撞 这样我请大家一起去宵夜 算了吧 今天都这么晚了 就在这儿凑好吧 那我们可就蹭老师来了 好 不忠不息 不孤不进 白先生 有时远迎 让你久等了 失礼失礼 钱 您应该提前打个招呼 我也好安排人去接您的 你应该领教了 我这人喜欢清静人 人多了 你又会把我碰上天 昨天晚上的事情 实在有些唐突 不好意思啊 你又是大学问家 又是龙泉拜年才能出的这么一个 二十万父老乡亲的骄傲 你这些词 你怎么编出来 你名副其实啊 绝无半点恭维之意 你见过街上耍把戏的吗 猴不上杆多敲锣 您可千万不能把我当猴说 误会了 白先生 您绝对误会了 我们考古的最大的本领 就是识别真假 你这大唐有意思啊 这哪是中华民国的县政府啊 这完全就是 大清朝的县衙门啊 果然是大学问家 这真是清朝时候修的县衙门 白先生 如果您觉得这里不舒服 我们可以到后面的 好 请 听说您是欧阳小姐的救命恩人 当年在柳河镇 我只是为她说了几句公道话 救命恩人这几个字 不能随便浪眼 您太客气了 听说白先生和新死军办事处的 周睿先生也是同学啊 我和周睿前刀宁我们三个 上学的时候最要好 一起调皮捣蛋 现在呢各走各的道 见面都很大 内部分裂 兄弟逆强最最为爱啊 好在国共就要开始和谈 要是能谈成了 那就太好了 现在国民政府的毛病实在是太阳 我不怪别人说 大部分官员只知道升官发财 不值得把百姓法的欣赏 这么下去怎么了的 是得好好改造 不然的话 怕也是短命的朝廷啊 谢谢 李先生 有点事麻烦你 客气了 你有什么吩咐 本人随时听从差遣 那咱们就都不必客气了 是这样 我想在龙泉放个风出去 就说抗战胜利了 政府有意收购 散落在民间的珍贵文物 看看能不能从中发现什么线索 真是个好主意 不过 您这个风一旦放出去 恐怕送东西来的人 会成百上千哪 所以我想请李先生帮我这个忙嘛 找几位喜欢古董的老先生 我一个人恐怕忙不过来 另外能否借您这个县衙一用 好说 小事一桩 只怕这人进人出的 富商家眷多有不便呢 不会的 他住在乡下呢 他喜欢吃斋念佛 不喜欢嘈早 我就在乡下买了几步地 给他建了个小院子 这个人哪 没读过书 只知道朝廷的老佛爷 不知道民国大总统 这样我就不担心了 套上了 白先生 请留步 本来我在聚保饭庄定了哑座 准备为您接风的 可是您不喜欢热闹 我就把他给辞了 碰巧您今天到了 不妨再茅舍小酌几杯 算作给您洗尘了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来龙泉不过是出趟公差 既非高官名流又无寸齿之功 哪配得上别人这么欢迎我呀 免了 白先生 我已经打发人去请欧阳小姐了 如果上面下里的人 都像您这样体贴 那我们地方官的热闹可就好过了呀 你又错了 我不是长官的 也不是上面下里的人 我只是个做学问的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白先生太有性格了 白先生 给您接风 您是我们龙泉的一道光芒 对对对对 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龙泉的父老乡亲 听说您回来了 那是个个奔走相告 我猜龙泉有那么出名吗 我中学没毕业就走了 李先生 白先生不喜欢人家说客套话吧 好好好 那我就不说了 来来来来 咱们喝酒 家乡的老酒很久没喝了吧 还没喝呢 就醉了我 好酒啊 白先生 西洋楼那边 我已经让人给您收拾好了 那个房子不错 您在那儿工作待客是很方便的 您就住那儿 西洋楼是你的 不 是政府的 日本人在的时候 他们就用他来接待过往的宾客 所以里边修得不错 昨天晚上我在前家花园住了一宿 睡了个好觉啊 尤其是那张床 太舒服了 比我重庆的那张床舒服多了 我们小小的县城 比不得重庆那么开花 您是公众人 住在前家花园 有些不太方便 怎么呢 还是 住香炉吧 好 欧阳 你说呢 白先生自己的事 让他自己决定吧 反正我本意是住前家花园啊 如果欧阳小姐不反对 在工作之余 我们可以在一起聊聊天 听听乐剧 阴天下雨呢 还可以在一起小酌两杯 那样的日子 那才真叫惬意呢 不过啊 李先生这么关心我 我也不反对到西洋楼去看看 看看再说 好 云姐 东梅来了 云姐 嫂子 来 进来吧 把东西放吧 放这儿吧 谢谢啊 这什么呀 都是自家人 就是一家人谢人嘛 云姐 没事我先走了 对了 明天早上吃过早饭以后 你来一下我找你有事 行 慢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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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小伙 你吓我一跳 那 刚才跟你一块儿见见的是谁呀 我云姐的小姑子 东梅 你云姐的小姑子呀 我云姐嫁的那个贺风举啊 是东梅的亲哥 贺逢局死了以后 他们就搬到乡下去了 那他自己婆娘呢 你是问他丈夫吧 我随便问他 他丈夫当过黄邪军的保安旅长 打仗打死了 是啊 那这一门两个寡妇啊 这怪可惜的 你 这小女子吧 这眉眼都挺顺溜的 他不像你姐 你说本来长得挺好看的 天天拉他个脸 看着他老 哎呦 怎么 看着了 要不要我给你做个媒啊 你老婆去年不是刚死吗 正好啊 小虎 你哪能这么看见霍哥呢 你是了解我的 咱一正人君子哪能 这么随随便便 对不对 再说了这事儿让你叔知道了 那我这饭碗不就砸了吗 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得昏口放是不是 不会 他又不是我们家人 他的事儿归我且管 我叔不管 是啊 是啊 走啊 那 那这事儿就不用你管了 咱回头再说 西小师跟我说一声啊 我以为你管他 这事儿都不救我 谁 咱们去找我 其实是 小白 大家 瑟哥 这房子都看了 你感觉怎么样 举棋不定 我是没有想到龙泉会有 这么豪华的欧式小洋楼 老虎 你在龙泉县这么长时间了 有没有见过什么之前的古董 这古董我也喜欢 不过太贵了我买不起 您慢点啊 这两年在龙泉倒是没见过什么 值钱的玩意儿 那你先回去 到底住哪儿呢 我跟庄先生再商量一下 好 那我就先走了 没方要个伙计 他就住在这儿 有事您随时招呼他就行了 多谢 庄先生 白先生 告辞 有事 看出来吗 这老虎办事滴水不浓 李基道精明老道 他所用的人啊 都是他那个圈子里顶尖的人 你和小三子 把白先生屋里的东西都收拾出来了 白先生不住了 不回来了 那我们不是都白忙活了吗 他为什么不回来住了呀 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有人不让他住 谁啊 谁这么霸道呀 那白先生的意思呢 别问那么多了 还是孔先生高明 他给我的信里就说 流来流去流出丑 看来他早就预料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先避开这个仇子吧 去吧 你们俩把东西都送西洋楼去吧 白先生为什么不住我们这儿了 让你去就去 问那么多干嘛 你说这小姐也真是够奇怪的 刚刚还告诉过 不招惹白先生了 这一转身 又让我们给白先生用最危险 你说这白先生为什么不住我们这儿 我也不住他 反正小姐为这事还困了呢 是吗 不住就不住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不住这儿啊 我还闹到清天点 你懂什么呀 本来说得好好的 本来说得好好的 这一下子又说不住了 小姐心里能不难受吗 那我这儿就不难受 这白先生说话也太不算数了吧 不许说白先生坏话 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快走 这李极道这个人 您到底是熟还是不熟啊 他对我敬而远之 我也懒得招待 可我现在这趟差事 没有龙泉县的协助肯定不行 这李极道啊 有办法有手的 在现今的龙泉 他也最不实力 可他呢走的是官道 这官道有官道的走法 走官道的人 免不了要一拳马路 阴阳两年 我跟他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啊 我当然也是这个态度 可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要面对的是 这里的山神土地 是 炎庄 你这回回来怎么不多带几个人 现在一切都没有头绪 人多了也是捣乱 不过如果需要 研究院随时可以给我再派人来 在省里 我跟刘总司令说好了 说如果需要人马 给他打风电报 他就给我调线病 不过不管是谁啊 也不如这个李极道 李极道这个人啊 如果真肯出力半生 那倒是累累风行 可他这个人心机太深 你跟他打交道 被千万要小心了 不是 我到底应该住哪边啊 老师 您帮我拿个主意 这问题您还用问我呢 你不早想好了 西洋楼啊 我是想让您再帮我具体地分析一下 你追查文物要调查线策很多 人来人往的 住毒门都不方便 再说了 你追查得越深 社区要保密的事情就越多 住的那边比这边更便宜保密 是不是 不对吧 您跟我说过 欧阳小姐那个人 还是比较可靠点 这事跟欧阳无关 老实就是老实 那就入夕阳了 也正好给李极道一个台阶下 白先生 谁呀 谁会到这儿来找我 你们怎么来了 赵先生也在 小姐让我们把你的行李给送过来了 还有一些随身用的东西 都一起送过来 我本来说明天我再回去收拾呢 快快快 放下放下 替我谢谢你们家小姐 这些行李放哪儿啊 那个 干脆帮我拿楼上去吧 好吧 好 多谢 多谢 杰哥 你先要回去了 回头我给你跟周睿结婚 好 周睿是个共产党 能在龙泉这个地方见到他 太难得了 那我先走了 我不送你 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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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送 对对对 就上面 右左手这个房间 好嘞 来 给我 我来吧 我来 我来 爸先生 您为什么不住我们花园了呀 我们白白收拾了一下午 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 你又不来了 是我粗心达意了 我应该想不到的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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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姐都哭了 就为这事啊 白先生 以前我可真是高看你了 其实你根本就不懂 我们小姐的心 你伤害她了 我真的没想到有这么严重 这样改日我登门谢罪 他不愿意 还很痛 我只能学一些 正常 还要走 这天 小子 小姐 白先生来了 死丫头不早说 洪阳小姐 白先生 白先生是招单来给你赴金请罪的 对 赴金请罪啊 金呢 我 我我没没忘带 忘带了 那请什么罪啊 欧阳小姐 戏唱得好 萧吹得也这么动听啊 你刚才吹的什么曲子 我怎么好像没听过呢 随心所欲 白先生见笑了 随心所欲也能有这么细腻的情绪 太感人了 听白先生这话 你就是听懂我们小姐的心了 胡说八道 阿芳 阿芳 白先生来了 刚来 说是给小姐父亲请罪来了 走吧 你在幸福翻堂 跟李先生说的那些话 是为了刺激他的吧 不不不 那真的是我的心里话 就我本人而言 我当然愿意住在全家花园 谢谢 可是 她听了这样的话 可能会感觉有些刺耳 你真的愿意住这儿啊 怎么选个住处 就这么难呢 不是 你不用担心 我来调查文物 还要依靠当地政府呢 我再是书呆子 我也不能不使人间烟火呀 戏里说 说话听声 裸骨听音 我还知道你们俩说的是什么的 刚才在你的销声里 我能够听得出来这些年你 过得非常不容易 庄先生也说 说在这个污浊混乱的世界里 你仍然能够保持清白 难得 生日安 他在家里 他几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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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几乎草 那几乎草 你不要撒 那几乎草 我几乎草 你得到这儿 你好 李姬 你好 陈东志 你们两个谁是李姬道的职子呀 我 不是 你等等啊 你总不会把我跟汉奸画来同类吧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你们两位都是庄先生的得意门生 那就是我的师兄弟 怎么样 既然来了就开始工作吧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情况 你以为他是书呆子 他那个呆劲是装给你看的 当你以为他呆的时候 你就已经上当了 白延周什么人 当年龙泉中学的三杰 而且排名第一 三杰 白延周 钱东宁 周睿 这三个人现在都是人物 当年那些东西是什么人偷的 到现在 我都没琢磨出眉目的 是啊 我也奇怪呢 叔 这东西是我亲自去藏的 小虎都不知道 我梦 过了一晚事 东西就被人偷走了 你这 这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个人就在我们的身边 他不光偷走了东西 而且知道整个事情的过程 秦生长又来信了 让我们照顾好白先生 那信白这小子 面子怎么就这么大呢 也没听懂 秦生长是让我们照顾好白先生吗 是让我们照顾好那批东西 你 这样好 这说明秦生长有惦记我 我告诉你个诀窍 不怕长官要什么 就怕长官不要什么 那会不会是押送人员 接手自盗呢 这个不会 因为都是我们文博所自己的人 这其中还包括了我们 德高望重的学者 另外还有他们的家小 他们家小都是我们 所里面出钱所救济的 只要人还活着 就不可能不出现 如果说古董被偷了 被抢了 他肯定会出现在市场上呀 那你说 这么值钱的一个东西 那肯定会传得满城风雨啊 那我在想 庄先生应该会 听到一点消息 对啊 庄先生在龙泉城里头 可是这方面的行家 谁要是得了一些好 好东西 那肯定会请来去看看呗 这两天呢 我和小郑 走访了不少人 可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 不过 这起码也说明一点啊 说明这批文物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被流散 可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好找了 只要他还在 早晚能找到 只要他还在 中国这个土地上 一百年一千年之后 也照样还有 冲心出土的可能 可是我担心 这批文物已经落到了 这本鬼子手里 已经被他们秘密地 转运出去了 爸 那这就完蛋了 所以现在 需要落实的 有两个 你怎么会有 找到事件的原法地 什么叫原法地 就是 当时他们从什么地方 进的城 住到了什么地方 有什么人见过他们 第二 运送门屋的卡车 应该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线索 因为龙泉县境内 卡车并不多见 如果有人见到 会有印象 这么大一个东西 我想也不会那么容易 把它销毁 或者掩埋掉吧 你已经开始动脑子了 我给你们出个题目 假设现在是 民国二十八年夏天 你们一个龙泉人 意外得到了 一辆德国卡车 而这辆车呢 来路不正 所以必须想办法 赶快把它处理掉 像这种情况 你们应该把卡车 卖给什么人呢 就是这样一个卡车 就是这样一个卡车 好好地琢磨一下 五天之内 给我拿出一个报告 怎么样 这题目我太喜欢了 分尸计速没有用 踏踏实实的 才能为国家多做点时间 我现在还有一个急于要解决的问题 交通工具 我们还缺三辆脚踏车 钱我出 你们看看什么地方能买到 有钱的话肯定会好办一些 满县城的找 我觉得三辆肯定没问题的 对 好 这些日子帮忙着警局和税局那些事了 白先生住在这儿还方便吧 他很忙 每天不到睡觉都不回 请我 能忙什么呢 他每天到处打探消息找人聊天 欧阳找过他吗 他们每天都见面 白先生每天都会去裁缝铺里做一做 有时候就在那儿吃饭 欧阳小姐一般也在那儿 是不是我们的伙食办得不好啊 这都不是 饭菜呀 都是饭桩送过去的 怎么着也比裁缝铺里的东西好吃 可能是白先生觉得一个人吃饭没意思 白先生是文人性情 不过总会一拨唱戏的人 在一块儿混饭吃 有点不太对劲是不是 是啊 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是不是 是 你问一下白先生 给他帮忙那几个人 就在这儿西洋楼里开活怎么样 好 我问问他 谢谢 来 坐下 坐下 你们两个送送王先生 好 白先生 那我没走 那你也送送王阳吧 不用 我叫阳车就好了 天太晚了 还是送 我 看我有个主意 咱们可以直接从城墙上面走过去 这不是南门吗 直接走到东门下去就是闲家好业了 我还没这么走过呢 那你走走吧 走 好 老师我们走了 走 老师我们走了 走 老师我们走了 龙哥和你嫂是你的家亲戚吗 你 不是 我们是 他们是我母亲戏班子里的人 后来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 他们也进了欧阳家 直到我家白罗以后 是他们俩把我带出家的 因为生级问题 只能重草久叶 赶起了老本行 是身后走破 也不完全是 你知道吗 我八岁的时候 就能唱整一出的《西香集》了 是吗 我母亲可是乐剧界的名角 从小我就老听她唱 现在我又干起了这一行 可能就是民众注定吧 唱戏也没什么不好 在一个现代社会里 戏剧艺术是殿堂里的艺术 在国外 上至大光贵人 下至平民百姓 对戏剧都非常地喜爱 而且积其尊重 优秀的戏剧友家 往往是人们最喜爱这种 莎士比亚你应该知道吧 它在英国的地位 它就相当于咱们中国啊 就相当于李白苏东坡 是吗 今后我们中国 也会成为那样的现代国家 到那个时候 国家会出资修建剧院 在一个城市里面啊 最漂亮的建筑 往往就是 公共建筑 你懂得可真多 我不是信口开口啊 人家就是这么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是怕我等不到那天了 我都知道了 我现在还在一步走过来的 我都不知道 要走过来的 我怎么试试 我都不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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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未经营 我都不在乱